哈啰,我是老高,平安巧克力蛋糕 咱们今天来讲2022年 在2022年,肃分这个名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许多商家也用肃分这个名字来做营销 这所谓的增热度嘛 就好像你现在看着这个影片这样 那么问题来了,谁是肃分 那么这其实是来自一个专人类的故事 相传这个肃分的男朋友千辛万苦 可是从影片看起来 数分看起来并不想吃麦当劳 有可能是想吃KFC 结果数分的男朋友就很不小心打翻了这个过滤水机 老实讲从影片看起来的确是很不小心 这个行为是值得被原谅的 由于2022年人们提到数分 就会联想到麦当劳 所以就有了数分与麦当劳之间的捆绑效应 数分,灭当劳 啊,灭当劳,数分 结果搞到麦当劳当时候的生意很火爆 鸡肉,牛肉严重性的短缺 所以当时候就需要更多的鸡肉,牛肉 来补给给麦当劳来做生意 到最后就造成了生态平衡出现了变化 大妈推车援助于2022年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都市传说 那么是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的就要靠大家自己去参透 那传闻呢 这位大妈从小就在马来西亚习武了 那由于多年刻苦的训练呢 她终于学得了四川多年的一种长法 这个长法叫 我顶你,就算Alfred又如何 这位大妈是十分非常的热心 不管Twasling,Direct Bridge那边是多么的赛车都好 她也坚持不顾旁人的眼光 利用自己从小习得的本领来挡车 当时怎么还要去挡车呢 我听讲啦,那时候Alfred失控了 他必须用自己身体去承受Alfred的重量 来挡着这个Alfred 进而保护这个Alfred的施主 让他免受伤害 而这位大妈的儿子就更加厉害 因为他也是从他妈妈身上学习了一种武学 叫义养子 那唯一的不同就是他的义养子是用宗旨 最后事情就解决了 他也成功的把这个Alfred挡下来了 然后最后他就把那个车牌 Alfred的车牌拆掉 至于为什么会拆掉 以后我会专门做一个视频 详细的为大家讲解 所以这个就是大妈推车的伟大故事 D Cacera是一座 鲜为人知的最新豪华公寓 是建立在Pertaleng Jaya 一片65Eka的黄金地平 何谓65Eka 25Eka就相较于65个足球场 263,043房车 据说公寓的后面就是一座瀑布 这里的风景类似于类似瀑布的小车 Rotterpornum的感觉 瀑布的旁边有很写意的餐厅 很美的绿色环境 有多美就像你如此般的美 高度大概48层楼高 7个电梯 电梯与电梯间的间隔大概1200毫米 这个我随便讲了 纯粹要压晕 住在这个高楼仿佛大地就被你踩在脚下的感觉 由于是优美绿色的大环境 从鸣鸟叫声会是你最美的旋律 交通方便指数高达五星 贯穿着highway不怕走错会迷路 全马最大的shopping mall 万达广场与你只有五分钟的距离 而你家楼下就是米兰风格的豪华shopping mall 打卡uploadig 又华丽又省钱又方便 简直是山盈模式 就在你看着这个影片的同时间 第一Tesera的示范单位就是我们的showroom 已经刚刚建好了 如果你觉得现在的PJ公寓都太表现的话 那么这个项目绝对适合 你可以点击以下链接 联系cham 谁是cham cham是来自于joho的一个非常热心的property agent 我听讲很多大咖明星啊 周杰伦 张学友 王力宏 林俊杰这些啊 通通都跟cham没有关系 cham是一个很随缘的property agent 他不会强避你买的 你想要survey 你想要问价钱 你都可以找他 没有问题的这个东西 他刚好在卖 你刚好需要 一切都是来的刚刚好 如此的美妙 我看到她的 是不说对你 这个问题 我看你 是不说对的 by bwd6